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他们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Mimi, 刘敏庄 之前我們就重溫過 在香港電台1981年製作 有關藥能人蝕生活的單元戲劇系列 《一點燭光》 由今天開始 我們會回到近一點的年代 到了1992年 一起看看同樣是關注 藥能人蝕生活的劇集系列 《風雨同路》 小鳳姐有一首很熱的作品 《風雨同路》裡面也有說過 不必怕多變幻, 風雨同路見真心 我想無論放在任何年代都好 這句話正正就是藥能人士 追求的一個更加共融 更加平等的社會寫照 就像今集《風雨同路》的主角一樣 他因為交通意外而需要坐輪椅 但是他沒有因為這樣 而放棄自己的生活、 放棄自己的興趣 他反而更積極地去參與 射戰這項運動 以爭取在奧運入場資格為目標 跟他一齊風雨同路的 除了他身邊的隊友、教練之外 最重要的是 他自己一份不屈不咬的精神 不屈不咬的情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射箭的成績是最均真的 誰總分夠高就派誰去, 你看阿芯 羅教練, 大會的交通設施、喜居飲食 甚至乎是醫療服務 都沒有特別照顧這種運動員 何況我們更加沒錢請你陪阿芯去 到時只有我一個人 男的又要我照顧, 女的又要我照顧 到時你想我和阿芯收拾箭嗎 人家特殊奧運, 幾千的運動員都照顧得到 有甚麼理由一兩個人就搞不定 L.A.那年, 紐西蘭就派了一個去 那你也要給我們時間 再談吧 是呀, 我想下個星期尾 那班公司會到齊吧 L.A.那班公司, 戰會機率代給機票 拿回來 是給他們自己, 要是給你保護的 行了 不行, 不用… 特殊奧運動員是我去的地方 好呀, 適合適合適合我贏不了 可能跟這輩子的鬥 我會把金牌拿回來的 阿芯射箭也不夠一年 他一定欠場的 你們的決定對 無謂影響他的自信心 自信心? 他現在連自尊心也沒有了 一瓶飾 慢著 三更半夜還卸卸卸卸卸卸 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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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翔 那輛車用在中心, 那輛車驗靈號車 現在車是個心臟病人, 女性 年齡六十五歲, 心臟病人 阿翔, 阿翔 阿翔, 阿翔, 阿翔 你先出去了, 謝謝… 那盡力也救不了他 好, 老闆 老闆, 誰知你, 老闆幫 有錢長輩, 打哪個槍 老闆, 老闆很長 老闆很大, 能夠不夠人嗎 你不能脫, 又剛好救 我脫了甚麼 你這傢伙再放飛機就踢你出外 不是你老闆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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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老闆, 老闆, 老闆 十十十, 十九九 這次寫得不錯 是 謝謝你 憲一心, 香港商賊人士體育協會代表 剛才剛打破了全港舊紀錄 一二二八環 新成績是一二三七環 終於被你恨到了 連半破了全港紀錄 你一定是真正的冠軍 老闆, 是不是教了甚麼特別絕招給他 不用你 你別說了, 別說你平心散 用嘴巴多用對手 我還打算說笑給你 現在真的有色彩給他看 駱Sir…你看看那邊 飛機診和那群人在這裡滲, 不公平 怎麼搞的 你和駱駛運動員一起射 去看看 你們幾個真是無事生非 他們雙殘選手坐在駱駛 把屁股放在那裡 腰力腳你也發不了 有甚麼好處 是呀, 你試試坐在駱駛上射 不是 不如我們反過來 我們就坐在那裡, 你就站在那裡 看看怎麼樣 好呀 一點, 站在那邊, 拜拜 恭喜你 厲害呀, 好像大明星, 又有影迷 快點 這是甚麼, 那個駱駱駱駱 不知道, 你說是尿哥 扔掉吧, 很邪惡 甚麼扔掉, 不扔了, 我打算養著他 以後有空教他說髒話, 不知自己過癮 好可憐, 你先回公司吧 稍後你下班的時候買公粥給你吃 你打球呀 是呀 阿燕姐 我看見人龍發派, 從美叔來問他 走就是你 你這麼害怕嗎?還沒到時候開檔 馬先生, 我去買東西 想找一碗腰心肺粥你 你怎麼這麼挑戰 別管他, 小心點, 不然騷那麼快 好, 拜拜 好, 拜拜 阿仙, 你不用擔心我了 我…不要快就好回來 下次帶東西帶點… 不大事,我喜歡喝豬托 果汁先生 阿琛 阿琛,謝謝 你怎麼樣? 我明天會在菲律賓備練 有時間不可以來看你 幾天 你記... 記住要拿護照 不要像上次那樣去到機場 我剛才忘記帶護照片 知道這次沒有人跟你飛車回去拿 你怎麼樣? 醫生說我的手可以動一動 現在很快就差不多好了 遲些我看服院,很快就好了 各位家屬,探病時間夠了,請出病房 好 這裡是發佬有業 你叫姑娘替你抹身 抹光了水 我走了 新年快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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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兩個人是一個靶子 不過你們射中也不要這麼高興 因為那個靶子只有十米遠 你們當然會奇怪, 為什麼這麼近 正常的靶子有三十米遠 一來, 讓你有些成功感 不用這麼快就退出 第二, 就免得你們射箭 射到滿場飛, 撿得慘了 木箭也不好射, 買了碳晶箭尼射的更好 你來射, 多說話 那些壞木箭尼呢 不錯, 起碼拿到的軸心 你叫甚麼名字 骨架不錯, 雙手很長 你以前做甚麼 我還沒受傷之前 我在救護車做救護員 摩登五座 來, 游泳打球, 你這輩子都不用指望 不過如果你想去奧運射箭, 找我 來, 伸手出來 伸手出來, 放鬆身 你的右眼是主眼 好, 用你的右手摸著下巴 下巴就是安靠位置 把你的眼睛瞄著那個靶子 摸著下巴的手也不要離開 瞄準, 放 好, 放鬆身 陳先生, 你這次參加世界盃的射箭比賽 這次最大的收穫是甚麼呢 我覺得可以跟正常的選手 在國際勝賽事裡較量 我又能進入福賽二十年, 我很高興 射箭對你來說, 除了運動之外 還有甚麼意義或啟發感 除了可以增強我的體能和有康復作用之外 他可以恢復我戶外的生活 恢復我的信心 和人溝通 有鬥志 你知道射箭這件事是 好天就曬下雨就淋 阿芬過去幾年 一直以來在海外的一些比賽中 都得過很好的成績 證明到他就算是在採營民議中 所以這次我們會是很努力地爭取比賽的代表權 我最大的願望就是去西班牙 希望可以拿到錢百名的位置 為香港人爭光 賠優惠 上頭說公司這陣子有核數 做上司的功夫給不了駕駛 但是…我要練習, 我需要時間 難道你真的要辭職才行嗎 風裡多, 獻喜歡擺盜, 榮裡枷鎖 無情地冷笑, 威逼我 我早知天然, 根本不愛我 原諒我不可欺, 一天不猛錯 不計交間的酒過 不放棄, 不判天空下我 不擔心付錯 應心之志香在何 不可欺, 爹 不放棄, 爹 在那裡, 爹 爹 難道 阿琛 阿琛 是 名單出了, 這次大會只能派一個代表 你跟平時的任務… 我…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一秒鐘, 沒錯, 不一定是中的 阿哥, 給我看雨一會兒 芯, 芯 你知道要派誰去嗎? 看開一點, 今年大會縮起 只能派一個代表去 事實上他, 他的成績比你高 不要緊, 反正這次 我都明正言順沒得去 而且明天見面左了, 還不可以 你…你不是打算放棄嗎? 那不是怎麼樣 你都知道你限死我 就拿回特殊奧運會了 我今天可以跟正常人比賽 你真是有心不怕辭 我三十四歲的教練 我每天要練戰, 撲來撲去 天天要上班 我只想發緊閒的靠藥就撐住了 你又不是看我, 真是沒有 你關我偏心嗎? 你別以為全世界的歧視你才行 我教你射箭搞了這麼多年 就想教你怎麼拿個中心位 你動作學到熟了 你應該學一下射箭出去的時候 心裡沒所謂中, 沒所謂不中 你心想想一邊, 你一定輸了 六爺全中, 完美的結束 你只是碰巧, 你怎麼這麼好 我先走了 你想清楚一點 射箭這件事, 你已經丟不下了 射箭 上次對, 你答應送禮物給我的 現在兩年了, 拍照也沒有 你這傢伙不要打喇喇喇喇 如果讓羅教練知道我來倒汽水 一定會罵鬼, 死也行 先收住他… 不是這樣, 怎麼不行的 要關水鍵才行 在那邊, 在那邊, 門在那邊 來, 行不行, 見不見 你吃了…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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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 吃了, 吃了, 吃了 吃了, 吃了, 吃了 吃了, 吃了 師父在上 如果師父教徒弟幾招 就真的感激不知 別開玩笑 我認真的, 認真的 認真的, 吃劍餅 你也吃劍餅 你也吃劍餅吧 吃劍餅, 吃劍餅, 吃劍餅 吃劍餅, 吃劍餅, 吃劍餅 吃劍餅 去牢子, 保安 媽媽, Veg醫 bike Terre 雨, 去律師哥 沒事, 去!」 咬個四十次 這傍打得可以打扯抹 低一個四十次 你會打扯抹頸 這是羅教練自己摸手來的 包括B fairy技術 如果弓弓的力量很大 你們就可以用Helphicic的箭口 我現在還把箭給你們射 你們嘗嘗箭口好嗎 想不想嘗嘗你們的箭口 好 放盒子…放盒子 放盒子 吃不吃了, 阿祖來吧 好 拉近一點… 1996年的亞特蘭大奧運會 大家都有機會的 你差不多了 阿敏, 你再試試 雞, 你的左手臂記住向外咬 手指不握死花枝 對, 你的心記住, 你的不差 這個世界有很多不公平的 而且不公平的事一定會有機會 發生在任何人的身上 殘障人士就更加不例外 劇中的主角的遭遇 就正正反映出現實的不公平 我們不是要贊同這些不公平 而是要知道和認清楚不公平的存在 之後要適應它 至少在心態上適應它 這樣我們的人生才可以繼續前進 為理想走前幾步 其實香港殘疾的精英運動成績相當好 十幾年前 我們在殘疾的奧運中有獲金牌 蘇華為的短跑 和四成一的短跑 我們是獲得冠軍的 其實十幾年之後 我們回顧這四位運動員 代表香港獲得奧運金牌 當然是殘疾奧運 其實他們的命運都是一般 因為就算去到精英運動員 即是說奧運級數 其實他們的支援是很少 以往就直接沒有 三十年前就沒有 但是近十幾年 話名有 但是等於 普通的運動員 精英運動員 他們報酬的七分一 五分一左右 即是一個這麼低的支援 即是說就算你全職投入 但是你的報酬 到今天都可能只有那一萬多元 差不多生活不了 那你怎樣去投入這個競爭性這麼強的運動呢 那這個是其實有其事 他除了可以增強我的體能 和有康復作用之外 他可以恢復我的生活 恢復我的信心 和人溝通 有鬥志 你知道 射箭這件事是 好天就曬下雨就淋 對於一些肢體殘障的朋友來說 由於他們長期缺乏適量的運動 所以不少都有肌肉萎縮的問題 而同時關節的活動能力又會下降 引致到骨質疏鬆、肥胖和心血管病等等 所以殘障人士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 和參考醫生的建議 去挑選一些適合自己的運動 不要以為自己健全就可以偷懶了 不如我們這樣吧 一起去動動做運動吧 你我也做得到的 上一節就說到有殘障運動員 為了達成自己的夢想而不停去拼搏 但是可能對某部分殘障人士來說 他們會很怕去接觸夢想 因為越接近夢想 失敗的機會就會越來越大 所謂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他們可能只差一小步 就能夠達到心目中的夢想 就好像接下來這一集風雨同路裡面 一個患有聽障的女士 將要跟她健聽的男朋友結婚 但是她對自己身體的殘疾顯得很無信心 認為結婚之後會連累丈夫的生活 兩個正常的人能夠相遇、能夠相戀 已經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現在還有一個是殘障 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 其實是否反而要更好好的珍惜呢 好,希望你可以很令人無力的 給我、救我 熱戀孤單的小手 渦慮兩寒 發出千億點愛心 似乎熱湯 無論你我什麼情況 無論你我什麼情況 願能共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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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